58歲的陳沛明於1998年開始修煉法輪功 在2001年的12月 他因向民眾講述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 而被非法判刑8年 在被關押期間 除了屢次遭受酷刑折磨外 陳沛明說他還有過兩次被試圖活摘器官的經歷 在華慶第四醫院 警察通知我家人說我生命摧毀 並手術死亡率80% 2006年 陳沛明在身體沒有異常的情況下 被再次送入醫院進行所謂的手術 他趁預警不注意時順利逃脫 隨即被中共公安部四處通緝 3月2日下午 我妹妹來了 他說 預警告訴他 說我拖了刀片 手術死亡率80% 然後我妹妹流著眼淚離開了 我有一種不祥的預兆 據美國醫學專家所述 陳沛明的左肝在2004年被強行摘除 儘管部分在生 但CT掃描顯示明顯的疤痕和摘除痕跡 他的身上至今留有一條長達35厘米的疤痕 我天天咳嗽 我的左肋麻木疼痛 至今我的左肋 肋骨 後背隱隱作痛 陳沛明是中國首位已知的 活摘器官幸存者 在同一天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梅南德茲 呼籲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 他在聲明中寫道 數以萬計的中國公民 因為他們的信仰被關押 折磨 強迫勞動 並且有可信的指控顯示 他們被活摘器官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陶明 聖言 Jack Bradley 美國華府採訪報導 他學生包 他們聯告 公文 筊